大货车直直往前才准备过弯 前方突然有机车跨越双黄线 跨挡一声撞上来 零件喷飞四散 骑士伤众不治 这里是北宜公路33.8公里处 另个镜头北宜公路32.7K 刚下过雨路面湿滑 骑士一个重心不稳 摇摇晃晃碰了一声撞上山壁 肋骨断裂气胸又血胸 最后抢救无效 类似夺名意外 不断发生在北宜公路上 出事的不只有机车 大货车开太快也遭殃 撞了山壁翻落对向边坡 驾驶连人带车当场坠落 场面触目惊心 警方追踪发现 大大小小的车祸都集中在 平临财茂湾附近 北宜公路路夫加载弯道要多 要是车速一块容易发生车祸 根据警方统计分析 26.2公里处到32.2公里处 是北宜公路上最容易发生车祸的路段 警方比对北宜公路肇事原因 包括卫一规定让车乱超车 时空自撞山壁 冲到对向的车道翻落边坡 违反标志标线等等 而这些与车速都脱不了关系 车速一旦太快遇到突发状况 尤其是弯道复杂的山区 无论是两轮还是四轮 都很难及时应变 警方统计北宜公路去年就发生 451起事故 当中有9件酿成死亡 如今警方找出了事故频繁的路段 提醒驾驶人 经过的时候开卖点 别让风光秀丽的北宜公路 成了夺命路线 TV人程序里接心想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